来看看现在什么时候是2015年的是12月2号12月2号的星期三 Wednesday 早上的是是七点快要七点半 早上七点半星期三 2015年是12月2号 还好小的 我们来看看那个是世界上的是健康的新闻 最新的 这边有写one hour 一个小时前在更新的 是哪里啊 Huffington Post 基本上可以的话 我们看看全世界的有关于健康发明的消息 有一些可能有点深度的医学报道 那我们看看最及时的 除了美国之外呢 你有看一看美国之外 看到澳洲的加拿大的英国南非的印度的 一系国家有英文版的这个Google News OK 好 我们进去看 好 AIDS 世界AIDS日啊 2015年是 是OK AIDS HIV HIV全称的Human Immunological Virus 人类免疫病毒 OK 这个好 过去 我看有时候重叠 不管它 两个小时以前的 ESPN 那就是什么 Expengal Devon Steal Anonymous Daughter Has No Science of Cancer 这是什么的 就是前什么 前前孟加拉人 就是 干什么回事 是不见了 是啊 奇怪了 回来了 OK 好 那个前孟加拉的那个是 Defensive Takeo 哦 是被告就是 是 孟加拉的被告 Teko Devon Still Not 是发生什么事 因为没有追踪不太清楚 我看看 往下看 是Cancer free 就没有癌症 是谁 呃 Posting and before Thanksgiving announced that the latest follow up medical test review his daughter showed 哦 可能一些医学争议 医疗争议 好 过去 有介绍到 我们看有趣的 小充本人觉得有趣 我就进去看看 点进去看 里面可能至少三四则 这三四篇文章都比较长的 这边 版面上都看到的就是 即时缩影嘛 这是 8万4千元美金的药物 是啊 那好 那么昂贵的药物是怎么 怎么会那么高的价钱 然后 让我们继续保持我们的位置 这故事已经更新了 GLEAD Science is Q-tip Q-tip over EDEARTH EARPLANE AXO OBITANTLY HIGH PRICE 好 这是给你那个 C-GAN 就是C型GAN的药物 是 Pursuit profile 可以是一些政治性的那种 不会不看啦 大致不看 Anti-abest 这是那个 是对抗肥胖的研究 是 COCA COLA 是 是 可口可乐公司怎么样 Mental following media 好 过去了 AZERITAL CLINICAL LABORATORIENT 就是他了 基本上是管理学的问题 Prostate OK 看到这个地方 看到Prostate 这一栈的倒数第三行 那个就是前列腺 前列腺癌 FUMENT DIAGNOSER AND RESTRICTING PROSTATE DISTENING 是 关于前列腺的问题 前列腺癌 的 幸存者 是 充活率 是不是 他 好 过去 好 这路透社的 OK 两间公司呢 For the first time 那第一次 这合并 那 那提供呢 是个生命的那个 是 就是人寿啊 人寿保险 是什么东西 Living with humans 还是HIV的问题 AIDS 过去 好 那是24分钟之前 越下面越新 24分钟之前 New genetic engineering methods might lead to abuses 就是 新的那个是 遗传学的一些工程的一些方法 是什么 研究方法嘛 那有可能 导致滥用 Builds 很负面的状态啊 是 这个理念呢 基本上是某些科学家所提出的一个警示 就是 那基因工程的东西 有些东西 可能那个界限在哪里 基因工程界限在哪里 怎么样才不会 也不是违反到医学伦理啊 是还不同了 还有不同的社会面向 又要兼顾到的科学 这种 像将域挑战的那种现象 怎么办呢 OK 他都讲到什么 他说 设计出来的这个孩子 婴儿啊 设计出来的 我们设计 透过基因工程的设计 我们下一代啊 那怎么样才设计 是 2015年12月1号的 OK 哪里啊 是 过去 The Express Scripts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re-opening 哦 是寄生虫病的 我看看 Some have a low price alternative 是啊 就是 有替代性的药物 是 更更年价廉的 这廉价 更 是 是 花费更 更低的 就是替代药物 那之前 叫做Darapr 你们看到DARAPR Life Saving Drugs 那这个东西呢 是救命的一种 这药剂 那是哪里 土鳞的那个是 pharmaceuticals 制药商 是 一颗要750元 美金 贵的也好死 是Walgreens 过去 The number of people 这是两个小时之前的资料 OK The number of people newly diagnosed with diabetes continues to decline after the case of crisis 是啊 那说 哎 罹患那个糖尿病的人口数呢 那 经过了那个 我看看 经过的是 经过了数十年的增 持续增加之后呢 那 开始下降 是这意思 那那些持续几十年的增加呢 那那 改变了什么东西 那些增加 让我们 那些增加的现象 就持续几十年增加的那个趋势呢 使得 是啊 使得这种疾病 糖尿病这种疾病 不只是老年性的会得到的 中老年会得到 一般大众健康都会罹患这种风险 都蛮有风险的 就是那个持续性增加现象 让我们看到这个好像不只是中老年才会 患的是慢性老年疾病 年轻族群也会得到这个糖尿病 那现在呢 结果几十年都持续增加那个趋势呢 现在已经下降了 是不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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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说那个持续增加现象 让我们解决到那居然 儿童 孩童啊 那是也受到 那是在罹患人口上面的分布现象 是啊 哦 这哪里啊 那如果美国的话 那美国 美国就是 OK啊 哦 以后我们有机会讲到 糖尿病的吊诡 paradox 就是那个 就是 哎 其实罹患糖尿病 有某些快别的研究的对象 发现什么现象 就是 呃 糖尿病的罹患 罹患病人 因为那个统计学上面法好像比较长寿 是 那当然有可跟那个医疗资源的可利用性的可获得性的管道有相关的可能吗 那好 我讲一下小时候讲一个好几年前我看到也是google news health了是健康小春中国大陆过去30年来啊那那糖尿病增加率多少倍增加百倍吗那还很离谱的一个现象哦 那当然跟西方大家就知道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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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可能说是另外一种快笔 也有可能是高咸份的水产类的东西 高咸份的 如果导致胃癌痕增加 那有时候有紧张啊 受压连等等因素 那相对来讲 那个东西抽丝剥茧慢慢比对 不可能一下子少了几个独立的案例 大 Styles 把我强碎得很快 绝朝流血距话 ces状態子 突出寻 Tom